我和她认识一年多了 我非常幸运的是 我用我的个人魅力 俘获了她的芳心 我很爱她 我相信 她是陪我走进婚姻殿堂的人 但是这段时间 她对我越来越挑剔 总是嫌我怂 嫌我不够男人 我比较慢热 性格是那种不温不火 但是我也有男人的一面 就是可能还没有 被王翔开发出来 我会努力变成 她心目中的那个男人 我在感情方面 开窍比较晚 所以我希望她能对我 多一点点心 怎么样 压力大吧 让你们教她 怎么男人的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宋先生 22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 有请小宋 有请 女嘉宾张女士 23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 有请小张 主持人好 好好好 欢迎两位 今天是你要来对不对 我俩都要来 我俩都来 你来干嘛 就是我 就是她这个性格 我真的是特受不了 然后我想让老师们 专家们给她点播一下 指点一下 能让她改改这个性格 你来干嘛 其实我俩本来挺好的 然后她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想找给我麻烦 然后说我怂不够男人 但我觉得 但我觉得我没有做什么事 所以很委屈 大学同学吗 她是我们对面学校的 对面学校 对 对 她是他们学校的舞鞋的社长 前年的时候 啥舞 男爵士 还有一部分肩舞 来两下 来两下 我们看看 拿手的就行 对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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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到底怎么样 就是当时因为我喜欢她 也就是觉得她跳舞 跳得挺帅的 哦 现在的女生 都喜欢这些你知道的 跳舞跳得帅是吧 对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在16年9月份 开学初的时候 我就办了一场晚会 然后我请他们学校的来跳舞 然后当时就跟她接触挺多的 哦 然后后来就一直聊天 我俩就聊天差不多 聊了有三个月 然后这三个月 我们俩就相当于情侣了 然后就一起看电影啊 一起吃饭啊 一起聊天 逛街什么的 但是她就余舞歌的 她就不懂得 戳破这词创物纸 然后我就特着急 哎呀 姑娘 你矜持点好不好 才三个月嘛 这三个月你对她有意思吗 有 谁捅破了窗户纸呢 谁说的呢 后来还是我说的 你怎么说的 姑娘 因为当时我就也是聊天嘛 我也没有当面说 然后我就说那个 咱俩现在就算情侣嘛 她就给我发了一个点点点 点点点是几个意思 因为我觉得其实 让女生问这个问题 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哦 你不好意思啊 那后来呢 点点完了之后呢 你又怎么 我就特纳闷 我说你点点点什么意思 但我没发这条消息 嗯 我就说 那要不然咱俩就试一试 在一起 你说的 嗯 你怎么回的呢 我就说 那行 试试吧 哈哈 那行 试试吧 对 她就这种态度 我就感觉 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好 平常的日子 我不爱问这个问题 过节 我问了啊 你们肯定爱听 第一次接吻是谁吻的谁啊 嗯 我吻的她 真的吗 当时特尴尬 您说这种事本来就应该男生主动嘛 然后就有一次朋友聚会 大家都喝酒 她就不喝 然后我就多喝了点 就我俩当时离得特别近 我都给她暗示了 我就靠在她身上 然后她就 姑娘 你是多么的那个她呀 哎呀 先把自己灌醉了 然后要陷阱 然后呢 我特深情地望着她 但是她就不看我 就跟余木搁腾 我觉得傻瓜都能看出来 我是在暗示她 嗯 但她不懂 然后呢 然后后来 我就凑上去 我就 要亲她 嗯 她躲开了 对 她躲开 她躲了 对 她躲了 我躲是 因为我 我当时觉得 结尾这件事吧 很神圣啊 然后 因为 而且我没有干过这事 所以 我又想 孤立啊 对 第一个女朋友啊 对 啊 紧张啊 而且我又想 跟她把这件事进行下去 然后我就想 跑回去喝点酒 然后 酒状送人打嘛 哦 那我喝了酒 又跑回去了吗 不是 喝完酒又跑回去了 对 然后是你主动吻着她 没有 老师 就是她是跑过来找我来了 然后她当时 拉着我的手特深情 我俩四目相对 我觉得 心里其实特别激动 然后我觉得这事要成了 好好好 单纯的姑娘 然后 我急过 她扭头就给吐了 不是 主持人 你搞笑来了吗 我感觉 这就是生理反应嘛 不是 你生理反应 不是 你生理反应 看见我就想吐啊 你喝酒都多了是吧 对啊 因为我当时喝酒比较猛嘛 其实我内心是不想让她失望 后来吻了吗 没有 后来这一次就没有成功 真的特别尴尬 就后来我俩接吻的时候 我觉得也有阴影 哦 就后来怎么成功呢 就后来有一次我俩去KTV 然后跟朋友一块儿 当时灯光也挺昏暗 也挺有意境的 然后后来就跟朋友玩游戏嘛 玩那撞盘 我就坐在他旁边 我就牵上去 然后后来这才成功 哎呀 行吧 这只能说明我们对男生很单纯 不是 他 他是真的怂 就是特别男生 我也是个女生 我也想让男生保护我 是 是 是 但是他就是遇到事儿来 我需要人出头的时候 他就不懂为我出头 你让人出什么头啊 就有一次我俩一块儿去吃饭嘛 就本来排着挺长队的 然后好不容易找个地儿坐下来 我俩当时坐一个无烟区嘛 当时旁边就有俩大男人在那抽烟 我就当时挺烦的 我就让他跟你说 你就让他们别抽烟了 影响到我了 他跟我说他不敢 很想人家两个标情大汗 然后我去说人家也不听呀 对吧 我就看不惯他这态度 我自己去说把他就 然后当时那俩男的也看我 是个小女生 然后就跟我骂脏话 我哪受过这气呀 我又当时挺火的也 我又跟他们抄扯起来了 然后他在后面就不帮我 就后面就躲着 我就想回过头来骂他两句 结果一看 他在这儿给我录像呢 因为我觉得我 我女朋友当时已经不理智了 然后这件事只可知取不可舞动 我就说那我录个像 到时候要针对我女朋友 做出来什么不好的事 我有证据 你是录像 万一我真被打呢 那你要被打 那我肯定能上级替你挨几强呀 老师这有这样的男人吗 这真的很怂 您说不是吗 我倒觉得处理方式不对 你不能说这孩子就怂我 把服务员叫过来吗 说这儿有人抽烟不就解决了吗 这有什么呀 还有别的吗 就有 就是因为我不是平时 也出一些兼职模特活动吗 有一次出活动 认识一个俄罗斯男模 因为我学翻译专业的 然后也跟这个男模 有挺多的沟通交流的 然后我俩互加微信 有时候会聊一些工作上的事 然后他就一直觉得 我跟这男模之间就有事 有事了 我觉得有事 但是我们俩真的没事 他就非不信 然后我跟他解释他不听 每次出活动 非要跟着我一块去 后来我就拧不过他 我就说你行你去就去吧 他就在那化妆间门口 就跟丁岗放哨似的 我就挺不舒服的 我就想气息他 然后我那个礼服拉链 不是没拉吗 然后我就说让那男模 帮我拉一下 当时我就想看看 他啥反应啊 那结果他看见我看他的时候 蹭一下就把头扭过去 假装没看着 我当时也生气啊 我就在门口站着呢 也不远 他为什么不找我拉呀 找那人拉 然后我就觉得好尴尬呀 我就把头扭过去 我就当没看见 就一眼尴尬 不是你是去干嘛的 你是去监督我的呀 你是去搞笑的吗 他就不懂得 后来我就特别气嘛 不是我也不太懂啊 你平常他不在的时候 你也让那男的给你拉吗 不不我就是专门 他在你还拉 他不在你不就更拉了吗 不我就是因为就专门想气他嘛 他这么没听出来是专门想气的 我就想看看他就是什么反应嘛 那你想让他什么反应呢 那他起码得阻止一下 他阻止什么呢 阻止不让我让他拉了 为什么要阻止呢 你自己愿意吗 不是因为他作为我男朋友 然后我又让别人去拉了 他就应该不让啊 他就 不是你都愿意让别人给你拉了 我干嘛要不让你 像我不是就是 我是多么的那个什么呀是吧 我就是故意想气气他 想看看他啥反应 但是他这个反应 让我特别不满意 你希望他怎么反应呢 你要后来我就 这是我女朋友 对 后来我就继续跟那南模聊天 我俩聊热火朝天 他也不怎么听这种英语 后来那个我就给他发短信 我就假装说南模约我 今天晚上一块去吃饭 而且他也挺喜欢我的 就估计也要表白了 然后我就想看看他啥没 都这样了 然后他就应该说是蹭一把拉住我 然后就说你不能跟他去 对吧 但是他 那是演电影呢 但气少至少得有点反应 但是他呢 就给我回过一条短信 他说我求求你了 你别跟他一块去了行吗 他扑通给我跪那了 主持人我是觉得 因为你看他跟这南模太过分了 又聊天又 什么吃饭又什么拉链 我就觉得 我感情受到了危机 然后我当时又着急 一着急我就 那你为什么不能男人一点 你过去拉我 我为什么拉你啊 我也想去啊 可是我 我感觉受刺激了 我就推脚不听使唤 你知道吗 走不动啊 你一受刺激你就跪啊 不是我就 感觉受到刺激了 对 就真的是没救了 主持人 是是是 你们俩都没什么救了啊 你坚持说啊 就 我平时就是 我如果有空闲时间 我就出于兼职 然后他呢 有空闲时间 再玩自拍 发抖音 批图 就是拍照一分钟 批图俩小时那种的 而且他吧 还跟那些 平时他五十的那些小女生们 聊什么面膜啊 聊什么护肤品啊 我都没有那么精致过 他就在保养自己 你说我保养好了 你跟我一块出去 你不行 他又有面子吗 那你为什么就不练一身肌肉 让我不是更有面子吗 然后就更过分的一件事 就是 那些小女生们 就把他当闺蜜 有一次 他们一块去做美甲 拉让他一块去 你说去就去呗 他还跟人家做了一个 那我做个透明的 也看不出来啥呀 那你把之前弄 那么好看干啥呀 我都没有 真的是很气人 春节啊 开开心心的 不能生气啊 真是听不下去了 你们俩就这么谈恋爱 就他就一点都不爷们 不是你喜不喜欢他呀 喜欢 喜欢他什么呢 当时的时候是 觉得他挺帅的 然后跳舞也挺 挺好看的 挺爷们的 但是没想到相处下来 就这样 现在还喜欢吗 现在 我有点犹豫 犹豫什么呢 就如果他这样的话 就不能保护我 我就在他这儿 找多一点安全感 你是没事找事 他怎么保护你呢 就作为男人 没有男人该有的 那种男子气感 你是这么理解的 那你像这个 你跟那个男模 那样的话 你希望一个男人 应该怎么做呢 那他至少应该上去 跟他理论 或者是一把拉住 不让我去吃饭 不是跟他理论什么呢 就是 为什么要一把拉住你呢 你愿意跟别人吃饭 你也知道 别人要向你表白 我还要拉着你 那我不是故意气他吗 谁知道你是故意 还是真的呢 但是他没反应啊 你是希望刺激他 对对 建议吗 建议啊 建议说呀 没有规则感 好了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 修比特问卷 什么是一个男人 给你的安全感 一个男的安全感 不是为你去打架 一个男的安全感 是他在陪伴你的日日夜夜 每一天当中 他可以证明 他对你是专一的 忠贞的 并且是愿意 一直陪着你下去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男人的安全感 而不是有多凶 而不是有多主动 可以对你主动 也可以对别人主动 对吗 然后我说你 有三种特别不好的 负面的生活状态 就能待家里 绝对不出去 能被动的 绝对不主动 能够用负面情绪 表达的 绝对不用正面情绪 为什么这样 天天和姑娘在一起混 当然是越来越阴柔啊 是吗 明天开始练拳技好吗 OK 出去不为他打架 但是至少 前面两个标情大汉站那边 你至少在他面前挡一挡吧 不需要你一身气 往前走一步总会吧 向前一步 就叫男人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琦老师 来 达达老师 其实我看到二位 我觉得你们认真对待爱情的态度 非常值得我们肯定 起码两个人都在认真地相爱 男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 对待初恋那种纯纯爱的感觉 和羞涩感觉 女方呢 我又觉得她是 真的很用心地在对待男生 但是其实 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们两个人有一个 最大的问题是 不在同一频率上 女生要的 男生给不了 男生想的 女生不了解 这是目前你们感情最大的状态 也是最大的问题 然后我想就这个问题分析一下 你刚才说的那几件事情 你一直觉得 第一次的索吻没成功 在日后多年回想起来 它会成为你人生当中 很有趣的一个回忆和经历 第二件事情你说 在无烟区碰到两个男人在吸烟 然后你希望他为你出头 其实我觉得 它反而体现了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没事不惹事 有事不怕事 如果你这样想它 它要真的上去 跟人家撕扯起来 最后什么样的结果 你想过吗 它躲在那里 可能不是说 它没有责任 没有担当 而且说不定 它是在稀释宁人 再来说 最后说的一点是 它经常跟它的 女生朋友在一起 男闺蜜总比蓝颜知己好吧 所以如果它能分得清 它跟它的女性的朋友 这个边界 那对于你来说 没有任何的威胁 如果它分不清楚 这个边界感 那才是最可怕 所以我觉得 有的时候 在这些事情上 你可以换一个角度 去理解它 你看待它的眼光 就会不同 你想象当中那些 都是电影当中的爱情 而电影当中的爱情 又恰恰是最不现实的 男人的担当和责任 不是说 再需要出头说 马上就打一架 男人担当和责任 是体现在细节 处处以你为中心 保护你 爱你 把你捧在手心 这是男人的责任和担当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你可以调整一下 自己看待它的眼光和心态 你们爱情 就会在同一个频率上 好吗 谢谢二位 好 谢谢山大老师 来 谷老师 虽然今天是过年 但是有些事情 还是不突不快 你们的爱情 太流于形式 一个男人是刚强 还是阴柔 和他是否真爱一个女人 没有太大的关系 刚强有刚强的爱的方式 阴柔有阴柔的爱的方式 不尽相同 所以这些形式上的东西 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两之间 是否有一种认真 而又苦素的情感 我看到 但我没有看到太多 我觉得男生 虽然带着一种真诚而来 但是比真诚更多的是懦弱 尤其让我受不了的是 那一跪 把你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 全跪美 而对于女生来说 虽然你有一种热情 一种火辣 但是比这种热情更多的是 虚荣和自私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你要是个男人 你为什么不练一生的肌肉 那我得多有面子 你刚才在所有的举例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亲吻 还是让那个俄罗斯男 魔帮你拉拉链 又或者是让无烟区的 抽烟的两个男人 不要抽烟 种种的情绪激动的表现之下 都说明你其实找个男朋友 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自己要面子 这男人得长得帅 得要有肌肉 还得听我话 得可以为我血脉膨胀 你的这种虚荣太多了 以至于你老是追求那种 电视区里面的形式感 所以我刚才说了 两个人之间之所以 能不能走下去 要有一种认真而又朴素的情感 认真和朴素的情感 就是在生活当中 它是不是时时刻刻 把你放在重要的位置 不那么划重取宠 不那么流于形式 而只是默默地 不经意之间去做 对于你们俩 我只有一种祝福 如果你们认为彼此之间 还有这种认真 而又朴素的情感 就少一点形式 少一点虚荣 多一点勇敢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朴老师 其实我也不是说 对他要求特别高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 我父亲离世早嘛 然后我虽然是家里最小的 然后我妈妈跟姐姐 也特别疼我 但是我体会不到那种父爱 从小就没有 所以我就特别想 让一个男生可以去保护我 但是我真的在他身上 看不到一点 这种安全感的意识 其实主持人 我知道他的这些境遇 所以我才在 我们的感情生活中 我处处让着他 什么地方我都听他了 然后可能是我以前 理解有错误 因为我觉得他 在家庭中 没有体会到的东西 我要在我身上体会出来 要让他知道 在我这儿有多重要 然后可能是我以前 找错了方向 所以才导致 我们两个人的矛盾 学习成长吧 就请两位考虑一下 这个问题 女生如果说 我找的就是一个 完全能让我 依赖和依靠的人 那么请你判断 对面这个男生 是还是不是 对吧 如果不是 你想让他修炼成那样 其实那也是一个 很困难的事情 男生如果说 我这一切都是因为让着他 我是理解错了的话 我愿意相信 但是生活里面 基本的底线问题 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 基本的底线 相处的底线也是一样的 你让我们看到的是 你比女生低很多 你怎么把这个底线拉高 那是你自己要考虑的事 好了 我要祝你们俩 新年快快乐乐 找到你们自己的爱 也许你们就是对方 最珍贵的那个人 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通过三位老师的教诲 我懂了很多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的感情 就是慢慢地培养 然后慢慢地了解 可能以前我们沟通不太多 所以我不清楚他想要什么 然后我只是一味地 把我自己的时间精力 等等东西都给他 我也没有问问他想不想要 是不是要这样的 所以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性格可能就有一点那种 不温不火的感觉 但是我可以赶 但是我也需要时间 所以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让你之前 在我身上所有的遗憾 都会以后我给你带来的惊喜 做铺垫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信任你 因为你每次都这样 让我真的没有安全感 好 时间到了啊 女生要哭啊 两位 回到那个门背后 好好想想吧 好吗 请回请回 请回答